这个患者实际上通过我们对他系统的治疗 听说最近有好转 他的学历成绩有显著的提升 这个也给了我一个启发 可能青年人的代常能力还是比较大的 可能青年人颠覆了23病治疗效果不好的这种概念 对青年人发生这种病的治疗 有可能取得效果 这个我还在观察之中 将来我会向大家报告这种情况 导致发病的因素应该是很多 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 一个是遗传因素 一个是环境因素 再一个老化因素 除了基因突变之外 23病的发病风险 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环境因素 还有工作压力大 焦虑 抑郁 睡眠差 还有一些老年人的共病 比如有心脏病 有脑穴管病 还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 还有肾脏的一些疾病等等 都对23病的发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